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为家祥前天促请马六甲选民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内 给马华候选人一个机会 不过西蒙哥西当区州习候选人谢守亲 也许马华是破篮子 更是祸国殃民的典范 马华的存在就是祸害马来西亚的人民 马华祸害人民铁镇如山 把鸡蛋还放进马华这个住满老鼠穿了洞的篮子 根本这些篮子放进去 还被老鼠吃掉 还会掉下来破掉 谢守亲指出 魏家祥担任交通部长至今 落实多项直接对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影响的政策 包括废除沿海贸易豁免政策 以至于我国蒙受数百亿令吉的经济损失 为了马华在蓬衡温东的利益 而执意更改东铁路线 导致造价飙涨了500亿令吉 暂停巴山谷双轨列车提升计划 使我国转入诉讼 面对数亿令吉的赔偿等等 他认为马华祸国殃民铁镇如山 促请贾州选民做出明智的选择 让西蒙重新执政贾州 落实惠民良政 道理